男人使出拉末的力气 却只是为了推倒一个杯子 眼看着男人这么厉害 众人随即一片喝彩 并赞叹说太不可思议了 可这不就是把杯子从桌子上推下去吗 难道不是有手就行吗 可问题就出在这里 他们不光没手 甚至没有身体 因为他们是因为各种意外在这里嘎了的阿飘 可是哪怕成了阿飘 他们互相的矛盾却不小 没办法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 哪怕他们曾经是个人 老贵妇曾经是建造这个豪宅的主人 可是他却雷打不动的每天凌晨三点跳楼 跳楼就跳楼吧 偏偏他还要尖叫一声 就像这样 所以军官就很头疼 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死了都不安生 同样不堪其扰的小伙伴们纷纷出主 但是都被军官和贵妇否定了 没想到这时 刚刚学会英语的原始人原地一声咆哮 随即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 让一楼的军官和二楼的贵妇换换房间 从一楼跳下去总不能还尖叫吧 众人顿时觉得 还是不能小瞧老祖宗的智慧 要不怎么几十万年前 就能从非洲跑到欧洲送死呢 时间很快来到晚上 军官觉得自己终于能好好休息了 可是没想到 这简直就是离了个大骨 只见老贵妇在军官惊诧的眼神中 再次飘到了窗前 而后 军官简直要崩溃 当再次被指责 老贵妇却声味俱吓地说出了自己的秘密 他说自己当年是被自己老公爱搞鸡伯爵推下去的 只是因为自己发现了老公和园丁在捡肥皂 结果就在半夜被老公直接推下了楼 众人一听顿时同情心大起 当天老贵妇再次跳楼后 军官看着三点整个钟表 却忽然灵机一动 每天准时跳楼的关键在钟表 于是他找来了不穿裤子的一员 而后 从这天开始 老贵妇成功成为了一众阿飘八点钟的闹钟 然而令他们开心的事情不止这些 众阿飘当天激动地发现 房子现在的老主人要死了 就在他们期待的眼神中 老人身上一缕白眼缓缓升起 紧接着在空中逐渐凝聚成了自己的灵魂 一员说自己独五毛钱的 他绝对会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生活 可是老人看着眼前的一众阿飘却疑惑 这满屋子的人是谁 为什么自己生活了一辈子却没见过呢 老贵妇连忙解释 乖孙女 我是你的曾祖母 而诗人也连忙说我们在这里看着你长大的 没想到下一刻 原来在这里自然老死的人是可以正常投胎的 连主人刚去世 众人却立马开始讨论 最后一任房主离开了 那么这个房子应该归谁呢 然而就在这时 一个正在看房子的女人接到了一个电话 你的曾继姨妈刚刚死掉了 现在有一栋城堡需要你来继承 女人一听顿时呆着了 当负责房产继承事物的人递给她房产的资料 女人眼神更是充满了震惊 真的 好大